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使功略這個環節 身邊嘉賓有Stanley Stanley你好 看看大家有甚麼問題想和Stanley談及問Stanley的話 記得打電話來204-6566 或者WhatsApp文件去到9157-1428 亦可以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每一同一時間 我們《耀才才經》台的Facebook和YouTube Channel 都在直播 大家有甚麼想知想問都歡迎大家留言 Stanley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不過節目開始之前就跟Stanley說一句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有沒有甚麼生日願望 世界無憑 當然 但世界很難無憑 連香港都不太無憑 不過大家身體健康吧 我想大家心想事成甚麼都好 最重要是大家開開心心 最重要是開開心心 這真是很重要 因為最近大家都有很多負能量 但Stanley有沒有興趣買一部手提電話 給自己做生日禮物 難有iPhone 又有華為旗艦手機 你聽到華為嗎 兩個都是 有沒有興趣買一部新手機 iPhone有11 要一些入門級版 價錢相宜的 又有貴一些 高檔一些又有任君選擇 有沒有想過買一部 我 可能本身我這部 我用的這部機是iPhone X iPhone X 好像又沒有甚麼意義去換 因為我覺得iPhone X 你可不可以叫前一代 都出了一段時間 但問題是 你用上去 都好像很快 很純 所有東西都很純 所以有時突然轉 原來iPhone每一次 出一些新的 有些代表性的手機 貴一些 至少要捱得久 其實是 我的iPhone都用了三年了 是的 如果要捱得久 你又不需要很刻意地轉 我想跟以往 以往 也算是過多人 以往的時間 我應該是3GX 開始用蘋果 Stanley 你算是果粉 算是 但當時 你想想 由3GX 到4 5 6 即是怎樣上去 其實你的手機 的確變化是大 所以當時 你的手機 可能是4-5千元 都算是可以接受 但你現在去到一部手機 過萬人 我覺得真的很貴 因為 要這麼說 要問心 電話現在 不正常是 你說現在 是不可以不要 大家的必需品 你說現在手機 更重要 更重要 即是出門很簡單 你出門 你不記得帶錢包 其實沒有什麼 你住在遊戲的時候 是患病症 但你不記得帶電話 就很大於是 因為現在手機 已經可以給到錢 Apple Pay 可能是電子的錢包 找人想求救 你也找到電話 但帶錢包 基本上 你打給別人 你要求救 其實你找不到電話 沒錯 所以可以說 在出門的時間 你不記得帶電話 你真的要找到Project 現在帶錢包 可能是安全偶選 都沒有所謂 應該都不會被人查 我身份證的 大問題是 一部電話 現在是一萬多人 我覺得真是貴 甚至你說不見了 你又不包 一個人多少錢 一千幾百 大問題是 你的電話不見了 就一萬人 是啊 真的很肉赤 是啊 之後你搞的後續 也很麻煩 現在電話可能有 E-Banking 還有你拿著 你可能拿得很緊 人家不小心撞到地上 你不小心撞到地上 你不小心撞到地上 你一開就爛了 爛了 碎了 你真是心痛 心痛 是啊 所以現在 現在都 好人會聽 都是在省錢 哈哈 但我叫小編剛才說很有興趣 Danny 說他有興趣 不是啊 小編一向是追逐 調查調查的 占竿來的 果粉的頭號粉絲 對呀 他又換機 OK的 我們 作為他的同事 大家可以現在換機的時候 幫你玩一下 支持他 所以幫他拍照 我沒有支持他換機 可以幫他換相機 所以同時換機 我支持他 沒所謂 自己就要想一想 當然了 不過除了蘋果之外 其實華為也有新的旗艦手機 就是Mate 30 系列 不過這個手機可不可以說有一點不足之處 因為他現在是用不到Android 是的 變上可能它的吸引力也大減 以及功能性上也會不會失息了呢 如果你純粹以內地的意思 即內地要用的話 我覺得問題又可能不太大 因為內地本身 可能在一些對外的方面 有比較多的限制 如果你在對外那邊的話 即是沒有程度上 他那個影響應該不算很顯著 還有其實你說現在這一刻 究竟那個叫做是紅紅呢 是甚麼一回事都還要再 我想再慢慢看一下 好像沒甚麼細節出來 其實沒有 而且昨天的時間 你看到華為的新機 就是Mate 30 硬件上的話 它其實很厲害 即是你看到今次小編都說 他都說那部機 還有一堆同事 他就說那是四鏡頭 四鏡頭 我看到他 看照片我看到四鏡頭 然後好像那些像素是四千萬獎 你想想蘋果現在的機器 都可以說是1200萬獎 你看看相差多遠 所以按道理的話 其實它的硬件上其實很厲害 但問題是為何你說蘋果可以那麼受歡迎 明明硬件上可能差大折 都那麼受歡迎 最主要是品牌建立得好 是 而且因為本身現在叫做是 即是它很方便 就是這件事 所以你說現在這一刻 你說Mate 30 如果假設它沒有了 可能你說沒有Android 這些股票 即是Google 如果沒有這件事的話 在國內的銷售 我覺得影響可能不是很大 但問題是說 你現在的華為本身 因為你打擾國際市場 打得比較多 你沒有這件事的話 就有大件事 所以兩看 但是人們都不要理 大家都是 一講到這些 就採用本地的電手設備股 是啊 看到今天都有一些不少移動 不過華為我經常都覺得 買它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它的相機 性價比 對 經常都在買 不過它這部也不便宜 這部定價也要 有一部要一萬元 Mate 30 號 其實你說如果以回 我覺得華為近年成功之處 其實它能夠將品牌的level 去到最高的水平 拍得住這個評估 如果一萬元的話 你想想而已 華為這部機 可能它的規格是很強的 這是一萬元的 可能你現在的感覺上 你會否覺得好像都很值得 因為覺得它好像又不是太差 這些硬件上都不錯 是的 你會覺得都OK 但是如果第一次跟你說 現在 假設 你說小米有沒計 八千元的 你買不買 這個是品牌建立的情況 是呀 沒錯 它是否用鴻蒙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現在以回到那個 那個發展上去說的話 即是說華為 是 這方面的軟件那邊 你差一折 是 所以變了 其實你想想 那個 大家的賣點 一個是 你用Apple 商品牌 是 新的一個 什麼叫創意 現在都沒有創意的 就算是品牌 但它的生態圈很好 其實是 你用iPad iMac 蘋果的電話 基本上你所有東西都可以連成一線 你用完電話 打完東西 你回到家你就會見到 這個是為何 一直用蘋果的原因 是呀 你真的很方便 你真的有個 那些忠情 那些甚麼 loyality 你會有個忠情 是呀 你很賤 因為所有東西 你一系列不用煩 你轉其中 你轉電話 我當你轉Android 那你又無法應用到iPad 或者你的電話 所以為何你說 用開i 即是用蘋果的人 你說想要轉到其他 其實是很難 很難 你問我 如果我會出一部 會出一部華為手機 不是不會 但問題是 我的手機純粹 可能你說 用來做某些東西 會用的 但你用到 平時最常的一部 一定是用蘋果 一定是 你想想 把蘋果的Apple 過到華為手機 你已經覺得很頭痛 結婚串也是 是嗎 真的很麻煩 我不知道 可能是小編 可能Danny會懂一些方法 可以幫到大家 可能怎樣轉電話 不過我現在還沒有興趣 但似乎在內地 譬如天貓 看到燒情也很理想 是 但我想說一件事 我曾經想過 為何內地那個 京東那裏 有什麼燒情 不是很厲害的 是呀 很厲害 一分鐘賣了一億 人民幣 為何呢 我現在是因為 本身內地有很多的 就是在賣手機這些網站裏面 可以分歧 變成你某程度上 是鋪得人的興趣大了很多 那你負擔了很多 相對上 我當你分一年 你每一個月都是幾百萬 因為你很流行 很流行做這些東西 你買什麼都好 都可以做一些 可能分歧這一堆 做了這些東西 不排除因為這樣 令到那個燒情是叫它 會穿上去 但我本身經常打算 現在有中美貿易戰 有什麼 正常理計 應該會少人買iPhone 怎知道身體卻狠誠實 我真的見到 是 怎會 很多人買 好像反應更燃爍過香港 你覺得這件事 你想想 Costco 在上海開個分店 多少人排隊 看照片 多少人搶購 你想想 下跌不關事 那倒是 好 今天和Stanley 說一下手機設備股 看到兩隻手機孖寶 我們叫做信羽和瑞昇 今天就各別發展 信羽你見到現在還可以升 曾經升到126.1 不過瑞昇似乎就慢一點 要偏遠跌2.2%左右 我也想知道 Stanley 其實你看 這些手機設備股 是不是都差不多 相當於去到120元 應該都到你心水的價格 超了 是 如果有得賺的話 大家都應該要走 而瑞昇就覺得 不要反彈 都升了 我想兩者的情況 真的有點不同 瑞昇我長期看得很嬸嬸 這一層它升上來 這一層 我真的覺得它是 升突很多 我誠一件事 對於iPhone市場的反應 我都可能是低估了 而且我都低估了 本身市場對於瑞昇這些炒作 我都沒感覺是會這麼刺激 但它都彈了很多上來 其實整件事 都真的太誇張了 瑞昇它本身的獨特性 你說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瑞昇你說現在叫做iPhone 我當它買得好也好 我當它買得很好 瑞昇是有供貨給這個蘋果的 按道理去受惠 這個我想大家都不會否認 但問題就是說 現在很多的科技類的公司 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競爭太多大 所以你那個ASB 即你的出貨的價格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我可以說第一加多價 但你那個margin那方面 是否真的可以保持得到 這個是真的 我覺得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所以因為競爭太大之下 你那個margin是否可以保持得到 這個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Stanley 都說了很多次 最關心的是那個毛利率的問題 所以順瑜為何可以這麼成功 即你的股價行得這麼好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本身大家見得到 第一 鏡頭那邊 它的margin是真的保持得到 有一彈的 你的module 大家覺得下半年有一彈 所以我都不會認同 但至少大家相信 它那個業務的發展 那些獨特性 那些技術的優勢 它比較明顯一些 所以如果你說好像華為的例子 如果華為假設 真的現在去到四鏡頭 其實按道理 之前大家可能炒二鏡頭變三鏡頭 現在三變四 那你對於宋宇來講 其實是一個 挺大的炒作衝擊 所以它的股價為何會這麼強呢 有這些原因 但問題就是那句 即是你說 現在這一價是值 即這個股值方面 是不是真的值得這麼厲害呢 這個就真是見仁見智 因為如果你以現在的情況去看的話 其實當年的時間 信羽、瑞昇、叮噹碼頭 是 即是那個估值上 甚至乎那個市值方面 大家差不多 但現在這一刻的 瑞昇的市值 剩下大概是 四 剩下大概是 五百零一左右 現在信羽的市值 是一千三百多億 就是信羽其實多水星成倍 當然你可以說 一個是炒腦袋 一個可能有大衝勁 但問題就是到這些位置 有個股值也真的不是便宜 所以變成真是好看 去下半年的時間 究竟我的業績出來行不行 這個就是我自己真是 我想信羽的情況會好一點 但是不是真的會很好呢 這個真是不敢說 因為我想到現在這些位置 是否應該可以放一放他 我是不敢 是否因為始終太多憧憬 有iPhone 還有因為你現在 其實這些市 最壞的是說 你問我也是 我看淡的市 但你問我敢不敢放他 我都不敢 因為這些事況 其實是一個很尷尬 你明明覺得市場 可能經濟不行 很多事情大家知道 可能又不怎樣 但一個不小心 突然間特朗普說 他們說可以和中方簽協議 你整件事已經可以推翻了 甚至乎 說真的 本地的局勢是誰 其實這些變數 當時有很多的因素 你是完全是叫掌握不了的時間 其實你做什麼都慘了 你想想你購買 PUT的 他真的剛剛突然開一些 證務的消息的話 你真是很傻 你走去call他 差不多到達了 call他 轉頭 我們今晚的時間 S&P出來說 這個展望又調低了 星期一可能又跌過了 所以變了很多東西 現在最慘的是 面對著這些政治事 政治事 你不能猜 還有臨近11 是不是都應該不要那麼多動作呢 11的話 A股那邊 反而會定一點 其實你可以看一輪的時間 A股那邊 3000點挺定的 3000點這個位置都挺穩的 而且也不會說 要算上落也好 不會真的太軟 但是問題是說 你要駁港股 那陣子真的弱的 還有你想想 整件事本身現在 我想大家放遠一點看 我沒有說過股主 你先放遠一點看現在局面 第一 你見到的 現在那個 貿易波說了 那個經濟的負真獎 第三季 即是那個經濟是會差 報宿 第四季會怎樣呢 大家都不知道 OK啦 然後好像 這個評級的評級機構 把你下調的評級 當你的主帽下調了 這些反映了 就是覺得你一個 正經局勢不明朗的情況 一個現實的情況 如果是這樣計劃 那你還要怎麼賭 所以最近一跌 如果再仔細看下股份 哪些是比較差的 其實沒有 一就是 很多是本利的金融股 我只想起有幫 有幫是很慘的 我看他天天都 跌不少 有幫是保持著跌 完全沒有辦法 很誇張 75元這個位置 我撐住了 我覺得其實可以開始倒塌 因為真的很低差 但是你沒辦法 其實你看回頭 好像有幫這些 甚至你說 恆新 好像你說 中銀 中南香港這些 現在叫做打碟 但是你那一刻 那個trend 其實是很差的 都是不好 都是向下 是呀 其實這些是最現實的 反映就是本地的因素 真的不行 甚至乎 看回其他本地的零售股 你看到都會害怕 我真的 是吧 所以沒得說 這個情況 就是這樣 今天都看到好像沒什麼反應 就算反彈 所謂的 我叫做 好嗎 都是彈 都是彈 20-30點 都是6-70點 這樣 其實沒有的 這些事況之下 最好是大家寧願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你現在又做哪一邊 你問我一定是淡的 但問題是說 淡之中 不是等於一支箭 一跌下去 陰一點陰一點 跌下去 那麼好 不是啊 我之前說是這樣 我上星期都說 其實你的市場 除非有好消息 主要真的有好消息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這樣跌下去 一定是 對呀 兩三百 八多 玩足一點 等下等下 不要正常 你都說上星期都不應該升 我都是那句 星期三可以升什麼 星期三 大家想回頭 其實真的沒有流行升 等於升至大約五百點上來 對呀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那又是炒一些憧憬 還有一些消息 不知道會回應訴求 對呀 然後又說會出一些 独立政策的事情 對呀 但問題是 那天沒有發生過 那股市都沒有發生過 那股市都沒有跌過 因為沒有回落下去 你想想 其實那天不應該升 就升得上來 那你又要回落下去 這件事很正常 暫時的市場 都是升十幾點左右 二萬六千四百八十四點 Stanley 我們又回答WhatsApp問題 好呀 有朋友想問 667 中國東風教育 這個圖案很漂亮 他就說 他沒有貨 他問了 什麼價格買入 短線目標看多少 667這股份 這些嗎 教育果真是不時我杯茶 不過我純粹以走勢去看 上市至今 表現都算是平穩 對呀 這個圖案真的很漂亮 漂亮呀 不過這些真的要小心 因為這些 如果你是那個 又上市至今 走勢這麼漂亮的話 有時真的會怕無塵 跌下去 都真是不足奇 還有 你叫成交量 其實他真的不是特別多 特別這陣子的時間 你見到他的成交量是縮了 升上來的時間 成交量開始縮的話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如果你本身 你說沒有貨 想買的話 不可以厚絕了 還有 教育版法這個範疇 實在是太多政策影響到他 是 所以都不應該 我會覺得 高追又真的不保證 不保證 然後他還問多了一隻股貨 Stanley 2688 同樣新路能源 他又是沒有貨的 又是想知道 甚麼價位可以進入 短線的目標又是看多少呢 這隻嗎 這隻是爬爬爬爬爬上來的 之前他被人減齒 然後教育跌下去之後 現在有些反彈 其實燃氣板塊 我不是完全不能解僱的 我會這樣看的 燃氣板塊這一輪 因為通常都是這樣的 到第三、第四個頭腦 開始大家會解僱一些 甚麼能源供應緊張的東西 連都是這樣的 你又對於他們這一類的 範疇的顧分來算 可能氣氛上有些幫助 所以如果本身 我重新說氣氛上 我想公司基本因素 我這陣子沒有特別看 又不可以看得太詳細 但是這位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真的再接到今天低位 80元左右 留下這位置 即今天低位附近這位置 多少時間 才再想一想 因為之前見他都連升了幾天 是的 之前那一陣被人減齊之後 都跌得多厲害 但是又沒有的 特地的機會想買 是的 但我敲低一點 82元左右 小編知道 11之後可否站在3000點 有朋友問 只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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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即是會公布第三位的數字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是審慎的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出現的數字 更加不理想 講一下經濟數據 你想想 其實如果以這些數據來看的話 8、9月份的時間 GDP的增長 我覺得會差的 其實你想想一件事 之前李克強說的一件事 其實今年經濟 他之前的說法就是 今年經濟是補6都不容易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即是第三季 其實我覺得是有些變數的 還有你看看整個經濟狀況 或者看看幣份的數據 其實真的不是算好的 如果在我眼中的話 其實也挺差的 因為為什麼說挺差的呢 你又嘗試想想 你看看之前的時間 做了這麼多措施 出來的經濟都是這樣 你想想 其實反映了 你之前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對經濟的幫助性 未必太大 是的 沒錯 所以我會比較擔心 在11月之後 當開始出了第三位數據 出來的那段時間 那時候會很震盪 所以如果你本身 有沒有信心 在3000年位置頂住 我想是會有的 但是就真的不可以說100%的信心 你可能說六七成左右 因為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轉炒的 越差的話 大家就會越覺得你會出資 是的 憧憬是放水 為什麼付出政策 所以變了兩體 但是短期 我覺得短期的市又差不多 或者這麼說 A股那邊 港股這邊就真的難說一些 港股這邊應該不敢想了吧 Stanley 不敢想 示威之後應該都 你會說這一陣子 這一陣子 有沒有一些心足足 想買一些 買一些股份呢 是 又不是又沒有的 不過都真的 那個叫做是 即那個叫做是 即那個叫做是 那個買的心 即那種心情都還未回來 是 都覺得好像一些東西很不定 都不會很容易 因為像大家樂 有幫這些 其實我開始瞄準它 不過真的不敢買 有幫你說85元 75元以下吧 75元可以開始想一想 是OK的 那大家都呢?3、4、1呢? 3、4、1呢? 其實22元流效我覺得OK的 這位流效我覺得OK的 不過是真的不敢買 而且我覺得3、4、1為什麼跌得這麼多呢? 這段時間 應該未必關於基本數字 怕我覺得這些是因為有個別的基金減市 哦? 因為其實不是 這一處我跟大家 有沒有電話呢? 沒有 我可以多說一些 好 我再聊一會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想想 當一個叫做主權評級 就是我們那個評級 其實跌了的時間會有些什麼連鎖的效應呢? 第一 有些的 譬如你說衛魚還沒叫做調低了 這個目的又將它負面 其實有些基金的部署就是 當你一個地方 那個叫做主權風險開始升溫的時間 其實有些基金可能開始會考慮 將那些比重調低 那你調低的時間 往前路上 你不可能要找些貨去沽 那你都可能有一些限制 甚至乎可能是沒有一些的板塊 可能比較重創一些 可能是本地概念的 那不就要減磅 所以或者 第一次可能將那個現金比重調低 所以比較按道 你為什麼那些股份 可能梅爾拉加這一陣子 跌得多 好像你說大家樂這些 可能不會的 可能那些基金本身拿著貨 但是因為現在要將那個 本地的一些比重調低 你會找些沽 就想大家樂 其實應該不是很關事 大家都要吃的 而且它的消費不會很貴 大家都要很平溫的商業 所以你問你有沒有很害怕它 我不會害怕它那一跌 問題是不過是說現在 怕它沒有跌 有機會如果那些基金減貨 這件事 就是你減完 可能A基金減完 那B會不會減呢 這樣不清楚 是這件事 但Stan覺得12元左右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不過都要看清楚一些 看看賭仔的基金 我想不用急著 現在買貨就不要急著 真的不要急著 我聽你這樣可以 我只等10月先 Stanley 反正大陸都有些數據出來 不如等到市有否震盪 有震盪的時候 趁低級納沒有震盪的時候 再想 還有11月之後 本地的局勢怎樣變化 都要想一想 是 不過現在 我星期六天又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真的不適 現在個星期 都真的 星期五的時間 我那時都會說 開玩笑說 那就要給你潑 一定的潑 搏一下也好 搏一下也好 或者是鐵的潑 或者是紅的 或者潑的 很好 Stanley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梁小姐等著我們 梁小姐 你好 梁小姐 你好 兩位 你好 Stanley 你好 想聽你們的意見 有兩隻 可以 第一隻是10000中交件 我是10元5號 攬熱幾年 是 不知夏姆雷少好 另外有隻白威 不知道你 Stanley 你的意見如何 明白 好啊 我先問你白威 好啊 白威 如果你問我 博不博它的話 現今可以想一想的 但你說重注都不建議 因為其實這次的招股反應 如果你看國際配售那邊的話 應該就OK的 跟上次很不同 上次因為國際配售那邊應該不行 所以它要退 這次它有些叫Clinor Stone 即是機構投資者 即是首批那些 GIS 即是新加坡專員機閣那邊 它進了股 所以按道理 這次上市就應該不難了 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的定價本身也不是便宜 即是它相對叫做比較貴 也都不說 它本身因為它的size 發展是不差 即是容許它 可以定一個這麼高的定價 但是始終我會覺得 這麼大型的招股 就是這麼大型的招股的情況 你說要去短期裏面抽升 應該有些難度 即是你可能 因為這些老男博 它說上市的時間 可能升一成兩成這些 我想你是現市況裏面理解 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可能你按兩手部署 不妨考慮一下現金抽 少住一點也不要緊 甚至乎上市的時間 假設比例是未如理想 可能上市之後 它跌那一刻 你才考慮買 因為這隻 白威我覺得是看長線的 短線的 在表現上 我覺得又不需要太有在意 反而反而轉 如果想買多一點的話 讓它上市才再考慮 好啊 白威就談完了 談完10000 Danny 中交見 家庭觀眾就十個幾個貨 拿幾年了 想知道怎樣呢 今天大陸有消息 就說要扶持這個基建 建立一個交通強國 看到中交見 今天都在升7%了 6、7號3 怎樣做好 現在又大 它升得多 其他那些 反而今天就好像 又沒有太大 但是它都可以升的 沒有它升得那麼多 當然中交見 你都拿了貨 還要是比較高位 拿貨的話 你說現在究竟 怎樣部署 好呢 走不走貨好呢 先拿著 我想基建版法 我看法是比較中性的 因為其實這個版法 每一次都是 大家有很大的憧憬 整個大陸有很多這些 叫做內地消息 另外的貨物庫置 炒上去 但是都是有很多時候炒不起的 但是現在來計的話 當你說內地方面 穩真相 要靠基建 還有到現在的時間開始 又會大家說一些專項債 和基建這些 看看有沒有一些幫助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一陣子的時間 如果去到大概7元 邊樓上這位置的話 可能慢慢考慮一下 減一減網先 好啊 Stanley 我們快快聽到我們的電話 有位謝先生在等著我們 謝先生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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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麼問題想問呢 謝先生 我看今年的芯片股 好像有些法力不上 那我先看看 981的中芯國際好 還是1347好 還是芯片股暫時都沒有在煲墜 謝先生 你想要短炒嗎 短炒 OK 哇 兩隻都今天都爬上來 是啊 我想 如果你問我的話 那兩隻都是 好像兩個初期輕一樣 現在是 但是我看華紅 好像那個PE低於 19 那隻 你說一隻1347 1347 低一點 1347的PE 好像低於900 很多 哦 是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981的業績 一開始都不是那麼理想 他每一次 你可以說 981 大家經常炒些什麼呢 炒些就是說 未來的發展會很厲害 即是技術如何進步 但業績其實出來 不是那麼OK 所以論基本面的話 中芯其實都真的不是好 但是每一次 大家炒一些內地的 什麼5G 芯片業的發展 有些國策的發展 都是炒它 因為這隻 可能是比較容易炒 但是這隻的波動性很大 所以你說短炒 其實某程度上 短炒的話 炒這一隻 就沒有說不行 但是你要懂得走 即是你可能你說 現在當你十個七毫多的位置 你不貪心 在十一個半的位置 你考慮一下駁一轉 但是說真句 這些股 一見不對勁的話 是要走貨的 因為這隻很兇玩 相比之下 1347 就是華紅半導體 基本面是好一點 因為它做一些 其實兩隻做的業務 有些少少不同 黃半導體 專門叫做晶圓 其實它的業績表現 它又比較好一點 不過今年的表現 可能會差一點 為什麼呢 晶圓的價格 其實在翻車這一輪 我都偏偏偏望過下 晶圓的價格 其實現在都處於一個比較低位 就是腳價打不起 而且它公司其實有一點比較好的 就是它技術上有些提升了 它以往的時間有些八寸晶圓 現在做到是十二寸晶圓 叫我厲害了 但問題是八寸晶圓的毛利率 其實現在是跌下去的 另外相反 十二寸晶圓那裡其實是OK 不過出貨量又不太多 所以你一拉斜的關係之下 出來的結果都是不太好 所以兩者本身 都是有些比較隱憂 不過如果你真是說 論基本面的話 一三四七會好一點 如果你要選擇 可能不叫安全一點 一三四七 看看有沒有機會 十七元以下這位置的時間 可能你說買住貨 你都是沒問題的長住 看看有沒有機會 十二十元以下這位置的時間 就賺貨 短抄 是的 幸好 然後Stanley 我們回答多個youtube問題 就是問 黃金可不可以買入呢 問問一下金 黃金啊 其實我看法是比較一般的 現在看一看 二八四年現在多少價呢 一千一百一十二元 哎呀 升一百分之一左右 我經常都說 其實二八四零 你真的去到一一零零零 這位置留效可以想的 之前是那次 是 所以如果這個朋友 你本身是沒有買貨 想買貨的話 等一等 一一零零零零零下這位置的時間 可能選擇 Sparada ETF 黃金 ETF 千一 因為金價呢 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比較上是 中性 你說是不是很樂觀呢 我還不知道是 但是你說是否完全不能炒呢 又不是 因為現在全球來算 歐洲可能會走QE 某程度上 當你每一次經驗都是 資金炒作的話 金價是會受到一支支持 但問題是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美元未必是這麼弱 其實美元這一陣 其實是挺強勢的 所以金是升不起的 這段時間你突然轉 好像都是比較拉 所以你說金的話 你看回去 如果以Sparada ETF 來計算的話 1100元以下的時間 你才會再想 現在這位置 不妨再觀望一下 Stanley 之前也有說到 金和美元的微妙關係 沒錯 美元強的話 金價也未必彈得太多 按道理就不會 不過這一轉比較難觸摸 就是美元的走勢 因為其實美元的民心 我覺得再減息機會是不高的 按道理 美元不會怎樣弱的 不過是不知道會不會有去行QE 還有就是說 如果假設 真的 鮑威爾 可能人家說 他應該是不得硬的 最後都要聽Trump 說 如果喘了 放棄的話 就會有兩題 不會吧 都要保持中立性 應該是不會的 其實美國真的通脹高 他應該沒有條件這樣做 但是你說真的有時候 這些事情就很難說 好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Stanley 這一節都和你談到這裡 多謝你解答了很多朋友的電話 我都祝你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開心心 好嗎 恭喜發生日快樂 好 那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